中国现在已经当诸无愧的是世界上产业资本第一大国 资本自有资本的特性 也因此才有今天大家耳熟能详另外一句话 叫不能听任资本野蛮生长 要让它有序运作 做什么来运作呢 做生产力要素之一 因此现在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什么 叫做以人民为中心 因为什么资本过剩 而我们的资本极度稀缺的那个阶段上 难免趋向于 亲资本的政策体系 什么时候转为亲贫困亲环境亲民生等等这些 是在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 当我们现在出现三大领域都过剩工业农业金融都过剩的情况之下 我们全全面转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这是个新的 提法 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有些人一时半会改变不了 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 利益群体 我们不好意思叫的 利益集团 但实际上都是一个词对吧 interest group 这是一个词 这个interest group 当然他会直接去影响各种相关部门的政策 那因此 现在这次二十大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叫什么 自觉革命 当西方资本在21世纪初大量流入中国的时候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产业结构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最大的workshop 最大的车间 你就是为世界生产的 谁来干这活呢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他本来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 他买全球卖全球造成你的经济高涨你的本币币值就向上抬升 于是他卖出去以后获得的贸易英语他要进来干嘛呢 等你的本币升值啊 好再转一道啊 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贸易英语大量转化成本币增发 我们就这些年变成了一个资本规模不断扩张 到现在成全世界最大 产业资本是他带进来的 所以三分之二大类产业 基本上是外资为主 因此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大类产业中类产业系列产业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产业国家 生产了全球最多的工业产品的 总量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又变成了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 这就是今天的现状 也因此 问题是什么 过胜 人家有过的过胜 今天发生在我们这 过胜的直接表达不是我在这说啊 我们在2014年讨论过 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的L型下滑 L型什么意思 断崖式的 主要问题什么 产能过胜 于说2015年中央出台的文件叫什么 工业供给测改革 然后要你干嘛呢 三去一降 对吧 去产能 去库存 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不都说明你生产过胜吗 但是在我们各位大家所看到的教科书里边有这概念吗 没有 那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的真问题呢 好了接着 当工业生产过胜 接着我们大家都知道 2017年中央出台的另外一个文件叫做农业供给测改革 讲的什么 农业的结构性过胜 我们的粮食是仅平衡的 但其他呢 蔬菜浪费一半对吧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粮食也在大规模浪费 你们看中央电视台每次在新闻联播之后 前一段时间 最近不出了 前段时间老说如果我们 节约粮食不浪费 我们能再养2亿多人 也就是现在的产量不用增长 你只要 节约一点 那哪怕是领导人出面搞光盘行动 你们每个人闷心自问 你光盘了吗 有人点头 那谢谢你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用工业化的方式改造农业 我们现在的农业总体上 有过剩问题 其实全世界 在用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 改造农业的过程中 大量的去推进农业的机器化化学化 存在着 三分之一左右的过剩 联合国粮农组织 发布过报告 50多个国家的调查 如果把农业的总产量 折成干物质 对应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 那世界农业过剩三分之一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应该明白 我们今天所处的问题 是如果我们一步一趋的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你摸到的 就是人家已经有过的 生产过剩 为什么要战略转型 一步一趋的跟着摸摸到前面 就是 我们今天出现的问题 那接着大家知道工业农业如果都过剩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三大过剩 金融 所以2019年中央出台的文件叫做金融供给测改革 针对的什么呢 我们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 现在很多人都说要服务实体服务实体 实体不景气啊 在生产过剩条件下 它怎么可能 是景气的呢 干什么亏什么 因此金融也过剩 所以我们的工业农业金融都出现过剩 这叫做什么 叫做全球化的危机的本质 在于全球过剩 因此当有些人把今天发生的矛盾就现象谈现象啊 比如说 是不是中国人说了厉害了我的国呀 是不是有战狼外交呀 是不是话说硬了等等 规矩到找这些毛病的时候 是不是就 对吧 有点小儿科了 真实的问题不是这个呀 是在全球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啊 恶性竞争是没有 竞优的呀 是在竞略呀 这就理解了吧 所以为什么讲全球化解体是一场大变局 实际上就是个危机 那面对这种危机我们的调整是什么 大家想想 转向生态化呀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二十大给出的一个很重要的 改变 就是我们不再按照西方 既往的现代化内涵 来追求我们的现代化 以往的现代化我问问大家 什么内涵 第一是工业化吧 工业过剩了 第二什么 城市化吧 城市也过剩了 那进入新的美国引领的新自由主义这个阶段叫什么 金融化对吧 那我们现在金融世界总量最大了 如果沿着这样老的西方给定的现代化内涵 怎么走 也因此才有这次二十大 我们领导人 非常振聋发愧的告诉大家 世界上没有定义一尊的现代化 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指标 这话是非常到位的 那因此就 我们不再按照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内涵 去一步一去的跟进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五大特征啊 这个你们都应该耳熟能详对吧 首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少数人的现代化 到现在为止真正享受西方现代化的人口 也不过就是一两个亿 我们自己本国人口14个亿下来可能15个亿 我们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以此来表证你还是社会主义啊 你不能是贫富两极风化只有少数人呢 那这就代表一个一个重要的深刻的内涵什么 就我们不能走西方少数人的现代化 它的本源是殖民化 而这个殖民化又和它的历史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你们都知道古希腊国罗马对吧 古希腊国罗马什么制度 奴隶制对吧 谁是奴隶 城邦周围的原住民是奴隶 城邦内市民 因此这部分市民享受的所谓希腊罗马的文明 占人口多少 不到百分之十 周边的原住民被当做奴隶占多少 百分之九十 如果说它的文明本源于希腊罗马的话 那它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的演进过程 等到 欧洲成了殖民化的发起地的时候 它又把世界上几个大洲 南美洲北美洲澳洲非洲 变成了殖民化地区 仍然是奴隶对吧 只有少数大概一个多亿左右的人 可以享受这种殖民化带来的所谓的现代化 然后就形成的产业资本再国化演变成世纪大战 然后大规模的让 全人类受难 这个现代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因为要追求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 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得什么 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 我们不愿意再去加入西方这种模式的竞争 那于是我们转向 另外一个重要的基础叫什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哪有 乡土社会啊 大家都知道现在城里已经卷都不能再卷了 为啥 你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你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规模的把人口群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边 这叫什么 反生态啊 所以改变这个改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从根上改的 先从人口规模巨大 我们不是少数人 我们要的共同富裕 那怎么办呢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 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不跟你争了 行不行 那因此最后给定的叫做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们不再参与这种 去覆盖全世界市场 然后全世界去 掠夺资源的这种 这种干法 我们转向生态化调整 所以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叫做重大战略转型 所以全球化解体这个大变局之下 中国推进了重大战略转型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片子上很清楚 如果按照一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态势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早在2005年 工业GDP 按照PPP法统计 就已经世界第一了 到2015年 我们一国的工业增加值 是美国的两倍 是其他八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 也因此中国现在已经当中无愧的 是世界上产业资本第一大国 资本自有资本的特性 也因此才有今天大家耳熟能详 另外一句话 叫不能听任资本野蛮生长 要让它有序运作 做什么来运作呢 做生产力要素之一 因此现在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什么 叫做以人民为中心 因为什么资本过剩 而我们的资本极度稀缺的那个阶段上 难免趋向于亲资本的政策体系 什么时候转为亲贫困亲环境亲民生等等这些 是在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 当我们现在出现资本三大领域都过剩 工业农业金融都过剩的情况之下 我们全面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这是个新的提法 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有些人一时半会改变不了 是因为它背后有很多利益群体 我们不好意思叫做利益集团 但实际上都是一个词对吧 interest group 这是一个词 这个interest group 当然它会直接去影响各种相关部门的政策 因此现在这次二十大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叫什么自觉革命 自觉革命的重要手段 大家也看到了从二十大以后 我们对不同的领域中采取了相对比较直接的手段 约束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资本野蛮扩张的行为 也因此把这个重大的转型 转向二十大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道路 我们把它叫做伟大斗争 这些事情呢 恐怕大家如果不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来理解呢 就往往容易很虚 如果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了 理解起来就会很容易 所以我们看那就是转向生态化的时候 那你就得什么呢 就得把两山 大家也都知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把这个新的概念当成我们推进生态化的主要的方向 好了 这个道理呢 就是当中国已经客观上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回顾一下 中国在这个西方世界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 甚至是制裁 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产业资本它的竞争 是一个竞略过程 这里边给出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 那张又黑白的那个是 七十年代日本车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底特利的汽车工人在砸日本车 这个是八十年代 当日本的电器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国会山前面 在砸日本电器 我八七年去美国学习的时候 当时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很惊恐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留学生被底特利的工人 用棒球棒打死了 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他们看不出来我们是什么人 反正你们都长得一样 就误认我们是日本人 那个年代美国人最恨的不是我们 我们八十年代正是跟美国处在蜜月期的时候 美国最恨的是日本人 日本大量向美国做了产业覆盖 这是客观过程 那当然后来美国人制裁日本人 大家也都知道那故事我就不讲了 那总之呢 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演化过程 在这里边这个我们看到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中最为要害的 就是我们大规模减持了美国的国债 因为我们不可能行使债权人的任何福利 我们没有债权人的好处 那为什么还要持有这个债权呢 那于是就大幅度下降 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大约30%以上的债务是国外的 百分之六七十的那是国内的 那我们占呢 美国在海外债务中的差不多有将近一半 就14%左右 现在下降的4%左右 这个客观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 并且还正在不断的推动这种做法 那同时呢 美国自己是在大规模增发货币 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信用 两个信用工具也是在互相作用的 美联储增发货币 美国政府增发债务 用增发的货币来买债务 当增发的货币过量的时候 不仅买政府债 还要买企业债 甚至美联储直接进入股市 因此它的金融游戏也是没有规矩的 不要以为美国的股市发展是健康的 好了 那接着 每当美国和西方的债务 对GDP的比重大幅度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太平的 一定是战争 好了 详细的就不那么解释了 我重点解释一下这个冷战三阶段 大家知道 我刚才说的老冷战的时候是战后 美国和苏联分割控制世界 同时 向自己的战略前沿 输出了重工业 中国属于战略前沿 因为整个亚洲战场 原来按美苏的计划 我们应该是画长江而至 毛泽东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没给他留这个机会 胜的只是台海 但是在朝鲜形成的是三八线化戒 也因此战后的热战 比较大规模的热战爆发在朝鲜半岛 同理美国在欧洲和苏联 化戒了柏林 东西德等等 也形成了战略控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苏各自向双方的战略前沿国家 输出了产业资本 重工业 军重工业要打仗 为了防止第三次大战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苏联向中国输出的重装备工业 同理在欧洲前线国家 也都得到了美苏双方输出的 重装备制造业 这是战后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 除此之外 他们只就是工业化国家 只愿意转移劳动密集产业 落后产业 高污染产业 而不会愿意转移重装备制造业 所以我们早在1956年 就已经能生产飞机了 1954年就能生产拖拉机了 1953年就生产汽车了 所以中国过去从工业一成二百 突然得到了重装备制造业 我们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你是紧密的衣服在投资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 老冷战的战略阵营是清楚的 当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是苏东体系 它是非货币经济 而美西体系 在80年代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时候 开始从大量向外转移产业 同时本土经济进入金融化 一头进入金融化 意味着它可以用纸的经济创造增加值 而另外一头仍然是靠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 所以苏东在80年代改为GDP统计 就计算交易增加值的这种统计方式的情况下 苏东体系在经济指标上落后了 这是个重要的原因 于是你们看在美国在1980年代金融资本主导以来 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苏东相对比较平稳 没有明显的增长 于是乎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 就认为苏东的体制是落后的 想想 我这个不多解释了 只告诉大家 老冷战的意识形态 在双方发生产业结构的变化 就经济结构上出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这头解释为自由市场经济所创造的高增长 但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一个阶段 虚拟化扩张 另外一头维持在实体经济换货贸易的水 这个体制之下 它无法计算换货所形成的交易增加值 因此总量上来说 它是稳定的 它只计算的是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我生产多少吨麦子 多少吨西红柿 多少车床 多少汽车 它只这么计算 而这些计算又不是用货币作为单位来计量的 它只算的是物资的产量 好了 接着当然双方之间就利分高下 还有当然其他的原因 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只是告诉大家 基本体制上存在这样一个客观情况 再加上 我们从1969年政报道战役之后 在苏东体制上撕开一个大的口子 这方面我也不多讲了 只是说它是个合幻事实 所以才有科西金紧急跑到中国来见周恩来 特别担心整个战略体系被撕开 但事实上它已经很难再恢复了 由此演化成后来一系列的变化 我们就不多说了 接着当苏联解体 事件出现超级霸权就是美国 这就叫做进入的后冷战阶段 美国单级霸权可以控制世界了 这就叫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原来叫一个世界两个体系 现在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因为苏联留下了 苏东解体留下了大量的资源性资产 和实体资产 没有进入货币化 大家网上搜可以找到我当年去苏东考察的时候 直接感受 我是从美国过来的吗 对吧 我换了一达美国的American Express 美元支票 可以在任何一个苏东国家 在当地换当地货币 撕一张一百美元 一换就是一锣很厚很重的钞票 金融体系崩塌了 于是变成谁呢 就近欧洲的硬通货滚滚流入苏东 把他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资产 完成了货币化 Monitization 完成货币化的收益 进入了欧盟 促进了欧盟从原来的欧共体 变成欧盟一体化 再进一步就是发行欧元 随后1994年1995年 这个西方货币吸足了货币化的好处之后 开始进入欧元区的紧锣密骨的准备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后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 欧洲 欧盟 美元集团对欧元集团 这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成了后冷战阶段的主要矛盾 于是你们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 在欧盟周边不断的发生地区冲突 中东啊 北非啊 各种各样的地区冲突 乃至在欧洲内部 有巴尔干冲突等等 这些压住欧元崛起的势头 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发生资本主义事件内部的矛盾 这叫做后冷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